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农历五月 民间把农历五月称为独五月 因为五月是一年里最热、最湿、最虚的日子 古时候这个月多毒虫、多瘟疫 所以这个月的生病死亡、发生意外的人也会多 独五月里,登母节是独五月之最 在这个湿、热、虚的日子里 大家要多拍拍身体里八个最容易藏污纳垢的窝 分别是两个夜窝、两个脚窝、两个臂窝、两个锅窝 上面我教大家拍打的方法 肺心有斜拍脚窝 我们可以拿镜络拍对着脚窝所在的位置 利用镜络拍的弹性稍稍用力的拍打 一定要利用弹性把力渗透进去 左右的走窝各拍打五到十分钟 心防、眼睛红肿、口窗溃疡 失眠多梦,多拍这里 肝有鞋拍夜窝 我们也是拿镜络拍 利用它的弹性对着夜窝 力度适中的拍打 左右的夜窝各拍打五到十分钟 有增生、有节节的人、干预的人 多拍打这里 皮有鞋拍臂窝 臂窝就是我们腹骨沟的位置 我们可以拿两个镜络拍 对着腹骨沟 力度适中的拍打 有腹骨的问题 便秘的、痛心的 多拍这里 每次拍打五到十分钟 肾有鞋拍锅窝 锅窝就是我们膝盖后面的这个窝 手持镜络拍 对准锅窝 力度适中的拍打 腰、腿痛、膝盖、经常没劲的 多拍这里 左右的锅窝各拍打五到十分钟 好,以上就是拍巴虚的方法 在五度月里大家坚持做 理计安排 对几分钟 对几分钟 我要坐